HELLO HELLO 晚安 喳喳晚安 喳喳晚安 我流海看起來 有點糟糕 晚安啦 開個燈嗎 好 晚安 大家晚安 HELLO 我就直播 對 沒錯 好 我現在在沖手機 幫我拿口紅好不好 幫我拿一下我的口紅 哪兒 在那個 你化妝包整個給我 謝謝 HELLO 沒來來咧 好 HELLO HELLO 你們應該 都有買到合照券了吧 猜一下 HELLO 不是QQ是媽咪 最近都 塗好紅 我今天吃到 蜜芋頭 好像有點深 好 漂亮 很漂亮 自己說 有決定穿什麼了嗎 什麼穿什麼 喔 是說合照會嗎 蛤要跟你們講喔 其實我在猶豫 有兩件在猶豫 對 我先不跟你們講 很好 播個音樂 等我一下 我剛吃了那個 甜甜圈 脆皮甜甜圈 好吃 吃 有兩步就都穿 喔對耶 我有兩步齁 我完全忘記這件事耶 完全忘記我有兩步這件事耶 對啊 我有兩步耶 好啦 那就都穿 還要嗎 還要嗎 OK啦 姐姐是不是今天講了她要穿什麼 好啦 我先講好了 有一套我想穿 和服 浴衣啦 浴衣不是和服 有一套我想穿浴衣 浴衣你們蠻喜歡的吧 下午在秋那時手機房 放他們床上我沒有看到 第一天照完第二天就忘記來了 不會啦 喜歡抱 對 我有想穿浴衣 有趣的你看就有啊 我們後來解播完我們就回來了 評論券只能到今天12點 中午12點嗎 不是 喔不是 等一下 我重念了 哪次不漂亮 一抽就抽完了 很棒 第一波就買了 很好 大家很棒喔 對 不是在秋加波 好 因為明天有工作 所以 所以就沒有 明天有一個早的工作 所以就沒有在那邊播 就回來播 哈囉 到今天半夜 對 還有一套 你們想知道嗎 蛤 但我在猶豫欸 我在猶豫 我有點 我本來就是在想這個 我有點想穿 生日的那個禮服 但我怕很很怕 就是很怕 對 YES 我原本就是這兩個在想的 但有可能不會啦 對 白玫瑰妝 很怕的問題 有啊我變瘦了 但是 還是很怕 灰色的怕 救命 我還在想啦 對 我還在想 再試試 我這樣額頭看起來好高喔 為什麼 我這樣額頭看起來從這邊開始 是不是你在一起 青春水月的日期 我知道了 我瀏海很怕 今天就變一個瀏海妹吧 我們總如此想起 的快樂 美好的多難忘 但卻 會永遠 絕情的善良 為什麼瀏海看起來今天應該很油 喔因為今天我也出門 我今天看起來很差欸 穿拍照穿選擇套 我在想啊 但是那今天要穿 沒有是灰色那個 沒有 但我在想 你們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期待 對 而且不一定會過勝 那先給姐姐看 是被白玫瑰嗎 可能是不會啦 附贈紫香被解 應該也是不會啦 對 馬步請先說 已經數掉了 浴衣啦 你們先想浴衣就好 立套再定好嗎 他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但浴衣是 我已經確定了 確定了嗎 確定了啦 我確定了好不好 大家都穿什麼 姐穿JK跟公主裝 別人穿什麼 累姊穿什麼 累姊穿什麼 累姊三部對不對 浴衣已經快看不住 竟然還要灰色的 而且浴衣 你們應該沒有看我的浴衣 就我跟姊姊其實有一起買那個浴衣 但我一直都沒有穿過 就姊姊生日會是不是好像有穿到 但我一直沒有穿過的浴衣 好像牙齒怎麼看起來很白 對我一直沒有穿過我的浴衣 所以應該 合照會沒有 呃沒有什麼 沒有 差錯的話 沒有意外的話 這是第一次 出披露 不是啦 20歲當然要穿正袖 所以我有買 是什麼顏色的 我有點忘記耶 粉紅色的嗎 咦還沒講 小蕙旗袍安妮旗袍 欸我之前也有想過旗袍耶 但我怕我肚子很大 所以又沒有旗袍了 安妮不是上次也是旗袍嗎 是嗎 他上次也是一個白旗袍嗎 你怎麼記得上次也是一個白旗袍 一條鮮度銳面 一條銅畫風 一條銅畫風 一條鎮裝 正裝 正裝是 那我上次是穿什麼 喔 我上次也是穿制服 我上次也是穿制服 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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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上去穿水手服 哇哇哇哇 欸 旗袍的話 可是那個旗袍是豬的 可愛版旗袍 喔 他叫酷愛旗袍 現在下禮拜日公演嗎 我想一下喔 下禮拜 應該是下下沒錯吧 現在吃這麼少肚子怎麼可能會大 不一定啊 就是我當時候 如果 可能前一天吃比較多 可能要連兩天吃比較多就會很怕 愛的消瘦 制服感覺好像好像 大家都穿JK服 對 正常欸 我現在有兩服欸 對啊 還是我穿天使 霜那套 天使霜那套也不錯 天使霜那套比較可愛 然後 我算是那個比較成熟一點 今天忘記夾小花了 看一下我的視頻可以吧 看一下我的視頻可以吧 我現在買了這個蝴蝶我一個都沒用過 現在看起來有點阿輝 天使裝有翅膀嗎?應該是會 可是拍不到翅膀吧? 翅膀褲愛涵一樣 上丁宮也沒錯 剛剛吳丹是不是有阿? 我的IG的大頭照 不是吳丹制服嗎? 今天吊帶太太謝謝 今天是吊帶裙 吊帶裙 讓我們兩個站起來 我們然後補一下吊帶裙 對 再一個耳環 再一個耳環 這個時候不小心把GP剪太厚 那你們要穿什麼? 還是你們在想 就是我穿什麼 然後你們在想你們要穿什麼 會嗎? 你總是陪伴身旁 畢業 朝天裡微笑的長 好看不出來喔 我頭髮真的好 好長喔 就是很 很直耶 可以搭配一下 可以搭配一下 是我的聖誕梯 喔對耶 還是我也穿我的聖誕梯 然後我剪一下 我一直在想要怎麼剪 拿我的聖誕梯來 等一下 先想一下 彼此的手 你曾經的所有全是那麼美妙和溫柔 早拍了幾千萬注定的承受 會別的朋友有你的我 夜深多閃爍 為什麼看不太大的價錢 賣腦 謝謝唷 謝謝大家 我們就可以穿高中制服 要魔改嗎? 對我想改 水手不可以穿襯衫 你們也可以穿水手吧 瑪莉歐帶來工 不是 這是 對我不會穿掉的褲子吊帶裙 但玫瑰偶天使 偶爾別的 對 蝴蝶配吊帶裙蠻 飛鳥風的 對 好啦我是 拿一下那個 欸我要拿上 我的聖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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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剛只好還沒擦這個衣櫃子 阿上面給你我看一下 你們有看到這個嗎 欸 我快不行了 好丟臉喔 我剛剛腳趾 插到 好 好 你們看到了吧 就這樣 好 就這樣喔 就這樣喔 第一次看到 褲子怎麼還在 這垃圾桶阿 對 好 你說了就有人會做 我會怕 喔你們穿水手服是不是 他要穿得下的 我改靈衣生蛋體 靈衣生蛋體 靈衣生蛋體改的不太需要改阿 他就很豐富了 復刻昨天的阿垃圾 不是 謝謝4號的啾啾你喔 我今天有睫毛欸其實 你們有發現嗎 我今天 有睫毛哪 阿我的生蛋體 你先看 我就是要把它剪一半吧 該把它剪一半 剪成一半 然後怎麼樣呢 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在想要剪那個 你才到我的小枕頭 眼影比較深真的嗎 是喔 可是是因為我穿白色的關係 看得出來嗎 眼影 沒有這個是 如果是亮亮的話 的話是打亮 剪一半配合會GG 為什麼不會阿 就剛好剪到那個 我有兩三件嗎 為什麼會算還是合照 合照會 在想合照會的 對 有點以前的感覺 有點以前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沒有 把它燙很捲 它塌掉 就我剛剛沒有再燙它 就塌掉了 唉唷 有點越看越醜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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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OK啦 怎麼越看越醜 我的額頭越看越凸 我的額頭越看越凸欸 我該怎麼辦 對因為我們要燙 我看 那小灰沒辦法去了 沒關係 還有線上的 線上的可以 不過剪了 能夠解決什麼 不會不行吧 因為累積之前也有剪過 今天劉海還算聽話 對 但就是沒有把它燙 今天沒有很奇怪 好 好 我想要把它 就是 剪成短板 剪成短板 因為我一直很怕解決 好 我應該那時候要拿M的 我都拿 欸龍的 就有一點 有點 太寬了 對 今天感覺好適合轉頭髮喔 不知道為什麼 首先就是 蠻愛這次的天上驅動 從做小公主自己改的 對 因為size版好像怪怪的 如果 喔對 短板的話怪怪的 比較大衣服 對 身高夠可以 就只要鏤空嗎 欸其實我有看那個 木曜演唱會 然後 木曜演唱會 我看 大家 就是女生們的 衣服 木曜三姐妹的衣服 都剪得很好看 我本來想剪 然後我拿 我拿了一件 舊衣服 本來要丟掉 然後版型差不多的來剪 但我剪不出來那個 欸 不知道阿伯桑的那個 那個 袖子是怎麼剪的 但我蠻喜歡他的那個衣服 我也想剪得癢癢的吧 是有想過 因為我不會剪阿伯桑的 所以 我想說 再看看 對 不知道規則怎麼樣 喔 對啦 魔改 那種 抽繩那種的感覺 對 但我其實覺得 因為 我們三大批這個 應該是 是綿嗎 感覺彈性不太大 所以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改 可以直接問他 但那個感覺 衣服感覺 會在公司欸 對 那應該不是他剪的 他應該不會記得了吧 我改短板 不改想看 獵人大姐是什麼 下次劉美琳啊 你將他給他剪 不是他剪的阿 今天設計師剪的 看到我們旗蓋裝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忘記是泱泱 還是溫妮的 就是 是剪型孔 所以我已經把我亂 我已經把我亂剪的 那一件已經丟掉了 太難了 而且我一直很怕剪 而且我那時候剪 那一件救衣服的時候 我還就是 幸好我有先剪那一件 因為 不然我一定會剪壞 我的聖誕廳 我真的 有點不知道他是 怎麼那個 怎麼剪的 為什麼我網路那麼差 哈囉小翔 嗯 帶木耀stuff 我想T恤痘的聲音 OK 我實在是不太認識 他們一位幕後姐 應該是設計師吧 拿給劉美琳轉交設計師 好看 所以他們的衣服 就是T恤都剪得很好看 那我不知道我剪不剪得出那個效 對 我找一下 我看看喔 一定要先找一間店 直接剪太猛 我也是剪不下去啊 我剪不下去 下次阿飛上來吃飯的時候問他 但他也不會知道是怎麼剪的吧 對啊 但我好想要自己設計衣服 但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找不到他們的衣服 雖然還是強烈推薦白玫瑰啦 那搞不好可以介紹剪的人給你 搞不好喔 該穿聖誕梯青天穿搭的第七天去了 OK阿 你們就穿聖誕梯穿搭的第七天 你們還記得第七天嗎 我還在想喔 可能不能過身喔 而且我白玫瑰那件沒有肩帶 對 肩帶關不足 嗯 我怎麼找不到T恤的 那個 找到了 我覺得阿飛上這件剪得很好看 我蠻喜歡的 但我真的不太會剪欸 臉...臉有點崩啦 但是... 喔還好這樣不會 這個阿我覺得這樣很好看欸 我覺得剪這樣很好看 但我不知道 而且我有試剪 然後...我不知道是因為它這個 版型是怎麼樣 所以... 就是...我把這邊 就是剪開 剪一條 然後結果它打開變得很奇怪 它應該是... 剪一個有點圓弧嗎 但它看起來好像是剪直的 對...我實在是不知道欸 而且如果我剪在側邊的話 就是它側邊它這樣打開的時候 呃... 就是打開在旁邊 然後正面看不到 我本來以為很簡單 我本來以為很容易剪 但其實很難欸 對...那個弧度不知道要怎麼弄出來 它那個尖線很下面 Oversight 但我就覺得這好像原本版型 就... 不太對不知道剪不剪... 的... ... 對... 但是看... 嗯... 看起來... 還是它沒有尖線 我也不知道這要怎麼剪欸 改成小背型 肩膀那邊會撐不住 對... 所以... 不知道怎麼辦 從尖線那邊剪 哦... 可是這樣... 就... 開很少 就是... 如果直接從... 這邊剪的話 感覺蠻普等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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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本來想把它剪成... 方靈 其實我也想要把它剪... 剪成方靈 因為我喜歡方靈 那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改它欸 笑子不長 哦... 偏和聲... 偏和聲... 而且沒頭緒要怎麼剪... 而且沒頭緒要怎麼剪... 尖線很像沒有Oversize... 先宣傳... 不是到6點嗎還是到12點... 看一次給姊姊看... 對... 穿著拍照... 對啊怎麼辦... 但我好想剪喔... 那很好看欸... 對啊... 阿伯桑這件感覺就是... 袖子很單純的就是剪了... 一個... 剪了... 一個... 開插... 不然我就把它剪成平口 6點購買截子... 填單到12點... 哦... 對... 好... OK的... 填到12點... 填到12點... 片單來填... 但是有浴衣也很夠了吧... 我很喜歡浴衣也... 而且我... 最近已經... 我本來想講我很久沒穿衣衣... 但... 我突然想到我上次... 泡溫泉的時候有穿... 可... 怎麼辦... 我不吸引了... 還是我把... 怎麼辦... 要怎麼剪... 我真的想剪... 嘿... 先決定... 你哪部要穿... 哦... 欸... 姊姊是... 好啦... 好像... 也不用跟他... 你們覺得哪一部比較好... 那你們投票... 你們決定... 浴衣... 哪一部... 對... 溫泉那間是飯店啦... 但就是... 我有穿浴衣到... 最近... 他... 他們這線不是政見喔... 是嗎... 姊姊... 惡洋裝... 7JK... 哦... 那我... 蛤... 你們覺得呢... 每部都有甜... 你們... 喜歡哪一部... 現在... 開始投票... 請投... 都有甜我不怕... 所以你們都有是不是... 大家其實... 有甜的... 通常就兩部都有甜對不對... 應該不會有人只甜一部吧... 都有甜我也不怕... 好... 沒有人有意見喔... 那我真的... 真的... 隨便選喔... 反正穿起來比較麻煩... 都蠻麻煩的... 對... 都有... 所以看其他人... 兩部都甜... 很棒... 只能去18號那天... 但我真的還沒想好浴衣... 我還沒想好另一套是什麼耶...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對... 欸... 之前小迪是不是穿新娘裝耶... 暈爆耶... 是否... 應該是合照會穿新娘裝吧... 真的暈爆耶... 太扯了... 嫁給... 我... 嫁了嫁了... 我嫁了好不好... 禮服隊... 那不是婚紗嗎... 都有甜... 你頭穿哪件... 好像比較有意義... 謝謝... 西西的... 玫瑰壞圓票... 謝謝... 禮服那次... 要宣傳... 一部是早上第一部... 那一部穿比較簡單的吧... 嗯... 欸...那... 嗯... 那浴衣... 誰要幫我穿... 謝謝包子的啾啾你喔... 謝謝... 今天也是可愛的... 出了頭髮... 那... 浴衣... 第二部好... 我的第二部... 很簡單的... 第二部可以使喚了吧... OK吧... OK啊... 第二天是第一部喔... 這樣浴衣比較難... 喔... 是第二天是第一部是不是... 那... 第一部...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其實但是... 因為包子的想到喊喊... 沒事的... 大家... 在... 在... 在那個... 在握手會集合照會前... 更加保護自己的健康... 我們就可以... 安全的見面了... 好嗎... OK的啦... 不用擔心... 我現在很健康... 你們也很健康... 爸... 知道日期就有沒有辦法兩天... 都把所有衣服都帶著... 喔... 懂... 啊...那你們會特別配什麼嗎... 還是我把它改成... 特別把它改成你的小背心... 就全部的布都剪掉... 哈哈... 不出門... 從你我作氣... 對... 不出門... 沒事... 不出門... 出門... 也沒事... 好嗎... 不出門... 運動... 從你我作氣... 沒錯... 穿聖誕梯... 可以... 猶豫第一天... 第二天穿什麼... 有些人說... 記得睡一下... 好的... 現在心裡有高才會剪... 不然會後悔... 對啊...我到底怎麼辦啊... 還能被劝文就吊嘎... 可以啊... 運衣的話... 應該把聖平拿出來... 真的聖平... 的那一套嗎... 聖平... 我已經忘記他穿什麼了... 出門就不要... 我剛剛跟你們講... 我剛剛開波... 開波... 我剛剛開波前... 我真的快嚇死了... 就我今天有出門... 我剛回來... 然後就姐姐還沒回來... 然後我就自己... 自己一個人在家... 然後我就突然發現... 翹皮上有一隻... 不知名寵寵... 我真的快嚇死了... 我真的在嚇死了... 因為我今天出門... 忘記關科技... 不能怪誰... 但我是真的快嚇死了... 我就想說... 這太可怕了吧... 然後我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他在門的後面... 然後我就去... 我就想說把他拿一個... 就是什麼... 透明盒... 然後把他蓋住... 然後用一張紙... 這樣擦進去... 然後再把他帶進去... 然後那時候大概7點... 15吧... 然後... 我後來就拿了一個... 摳碗... 就拿了一個... 那個... 摳碗... 你知道什麼嗎... 浴盆... 對... 拿了一個浴盆... 然後要... 把那個... 把那個蟲蟲先關... 然後就把他關住... 然後我就... 想說... 啊...我忘記拿紙了... 就是在門口... 然後我就把那個蟲蟲關住... 然後我就想說... 完蛋了... 我要怎麼辦... 我現在... 我現在就一直壓著這個... 然後我的... 就是我伸手可及的地方... 完全沒有一張紙... 可以給我拿... 我就一直... 手一直這樣壓在那邊...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本來還... 就是把那個門... 這樣關起來... 然後夾住那個浴盆... 然後我想說... 可以到比較遠的地方... 就我還是碰不到... 就很尷尬... 然後我想說... 好吧... 看來... 就爸爸... 跟媽咪應該快下班回來了... 所以我後來... 就想說... 等他們就壓著... 然後本來他們還沒有回來... 我就想說... 因為...我們... 房間勾搭就是門嘛... 然後... 這邊就是樹桌... 我就把那個... 盆子... 這樣... 這樣慢慢移動... 移動到那個... 桌子旁邊... 然後... 快移動到的時候... 爸爸就回來了... 然後我就... 我就說... 然後... 我就叫寶寶先進來... 然後他就... 先這樣跟我壓著... 他就說... 你要幹嘛... 他本來... 他本來還要... 叫我直接把那個浴盆... 這樣拿起來... 然後他要打... 我說... 不行... 他會飛... 不知道那什麼... 鬼... 生物... 那爸爸剛剛說是... 白蟻... 我說... 那絕對不是一個白蟻... 超級大隻... 然後他還有翅膀... 我真的快哭了... 這也有可怕... 拍起來像一個蟑螂... 但不行... 就是... 也沒有超級大隻... 但是我房間已經很久沒有出現蟲蟲...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 是真的... 我真的快怕死了... 真的不是白蟻... 有照片... 但是看起來很像蟑螂... 對... 爸爸還在... 所以我就... 手這樣一直壓著... 然後... 很無助的在等他... 對... 而且我又要... 很大隻... 我真的快嚇死了... 這樣不是逼蟲子... 對... 我就是要逼他移動啊... 怎麼用嘴巴... 內力... 真的先不要... 我會先... 我會先數掉... 有關的另一種... 我就拿不到啊... 碰不到... 假裝沒看到... 不過我出門的時候來不及關啊... 我拿了誰就來不及關... 南競逃離現場... 喔... 南版玉玉教聖平... 我想說... 匆匆很大隻... 要發大隻嗎... 痾... 後來我告訴你... 他怎麼死掉... 然後我本來就... 就叫爸爸幫我... 就是... 壓著那個嘛... 然後我後來想說... 因為那邊是姊姊的... 就是... 就是... 洗衣欄... 我就不... 就不想要在他... 就是... 洗衣欄上面打... 把他掉下去... 所以我又要把他移回去... 結果移到一半... 他被我嚕死了... 我直接尖叫... 我真的快... 我真的快... 我真的快起笑了... 你知道嗎... 他就死在牆壁上... 然後... 那個口罩被人嚕到他... 我想說他會走啊... 結果他真的沒用走... 我真的太衝擊了... 我把他嚕死了... 差點噁心的... 我直接打尖叫耶... 然後我的牆壁就留了一個... 有點小黑黑的一個痕跡... 我真的還掛布心了... 然後我剛剛就是... 還開播前... 我本來就說好吧... 好像只能量... 然後爸爸還在那邊... 笑... 他在那邊很瘋涼... 我是真的快嚇死了... 知道嗎... 最後虐死... 還不如開始給他... 沒有... 但我本來是怕他飛起來... 對... 今天要了那麼久... 他就數掉在牆壁上... 對... 用姊姊的衣服擦... 為什麼... 一天就不行... 他會飛... 我怕他會飛到我臉上... 這結局是喜劇片... 覺得會錄不到... 對啊...他太笨... 本來我一開始錄過去都沒事... 你知道嗎... 結果我錄回來怎麼會有事... 這快瘋掉了... 不想活就先說嘛... 那我剛剛直播... 就是... 直播前我就... 拿那個酒精噴的那個牆壁... 然後... 插雕還好有插雕... 有翅膀的大水螞蟻... 不要給我放... 白蟻... 我跟你們說不是白蟻... 真的不是白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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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 他的體型很像一個小蟑螂... 然後他的翅膀是有點... 有點像這樣子... 這種水滴形狀... 然後...圓圓的... 就是不是像白蟻... 小小的... 他就是... 體型... 他體型... 身體... 這樣子... 然後... 翅膀是... 這樣子... 然後在上面... 就很像一隻蟑螂啊... 我不知道耶... 我剛剛快pass了... 影翅蟲嗎... 什麼色... 黑... 黑色吧... 顏色滿深的... 我其實真的不... 不怎麼敢... 就是靠近看他耶... 我現在也不太敢查影翅蟲 但我其實剛剛也有想到影翅蟲 不是影翅蟲... 有點噁心耶... 好... 不是影翅蟲... 不是影翅蟲就好... 因為我記得是不是被影翅蟲咬到會長什麼水泡還是什麼... 我在... 底卡看到的... 不是影翅蟲... 天牛是什麼... 應該也不是吧... 好了... 不要了... 不要... 我不想... 我不想知道... 他以為你為什麼發出這個方式回... 不是吧... 路過去... 他已經內傷了... 沒有我... 超慢的啊... 一開始就嚕他... 我已經不行了... 我現在也有... 不要播出來... 不是... 不是那個... 不是靈魂那個... 我想... 我想不敢... 我想不敢滑下去... 然後小花鍋... 現在說不定想清淨... 我不想要讓他清淨我的小花... 會有水泡... 對... 幸好不是個很可怕的影翅蟲... 都用手打... 影翅蟲很多種... 哦... 用吹的... 吹掉不能用打的... 不要再少蟲蟲了... 我不想知道... 反正就是... 一個蟲蟲... 我現在好有陰影喔... 而且我真的... 現在很害怕我房間裡有蟲... 我真的怕到不行... 我現在又要過回那個恐懼蟲蟲生活了... 以前在舊家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陣子... 就是真的一直有蟲蟲跑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蟲蟲是哪裡跑出來... 但就是一直會有蟲蟲跑出來... 就是突然... 就是這樣爬到床上還是爬到桌上... 我真的是... 快瘋掉... 我真的不知道蟲蟲哪裡跑出來... 然後... 就是也沒有吃的東西... 然後... 它就是一直冒出來... 我真的是瘋掉... 而且我本來很怕蟲蟲... 你們知道... 到後來我甚至都可以... 就是直接用手捏蟲蟲那種... 但我現在又不敢... 對...但那一陣子我真的是... 捏爆蟲蟲那種... 我真的不懂啊... 為什麼會有蟲蟲... 不是糖果... 真的沒有... 真的已經沒有東西了... 但我感覺... 我們房間可能有一個它的巢穴... 快夏天文蟲怎麼越來越猖狂... 潮濕地方很常見的... 蛾... 瑞嗎... 神經病跑出來... 蟲蟲有巢穴... 蟲蟲也罷了... 蟲蟲很噁心耶... 它的液體會造成過... 噢... 這是什麼... 沒有啊... 我說以前嗎... 就說我... 我們家已經很久沒出現蟲蟲了... 連蟲蟲都很久沒看到了... 蟲蟲它會哭吧... 我真的會哭... 蟲蟲大哥幫你... 但還是剛剛那個蟲蟲比較好... 但真的有點噁心... 我真的嚇到... 不敢念螞蟻... 有一點... 所以蟲蟲搞得很煩人... 不是去買了毒耳... 噢... 但我記得以前也有放啊... 但還是一直冒出來... 買蟲蟲啊...就沒了... 噢...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以前很猴... 但我現在可能都很害怕... 可是它除掉了沒事了... 不是我現在很怕... 有別的蟲蟲啊... 因為... 就算它是門戶大開... 然後我們家是落地窗... 就是陽台是落地窗... 然後我真的是... 超級後悔... 我這樣打開... 然後沒有關... 然後全部... 我感覺蟲蟲大軍... 你們有看過蟲蟲... 蟲蟲什麼... 蟲蟲集合嗎... 還是蟲... 蟲蟲什麼東西... 我很怕蟲蟲大軍就是這樣... 那個... 有... 就是... 窗戶裡面有亮光... 有一戶人家... 沒關窗... 然後全部這樣... 呃... 然後全部這樣... 我們上... 然後全部飛進我們... 飛進我們家... 還飛進我們房間... 我現在想到... 就覺得身體很癢... 蟲蟲危機... 所以根本不關沙蟲... 我真的... 來不及... 我真的... 沒有... 關...到... 唉... 為了消滅他們... 我直接沒有被錄取... 大天那螞蟻出來了... 出手抓青蛙的孩子... 我還覺得青蛙比蟲蟲可愛耶... 你知道嗎... 我其實不太怕青蛙... 吧... 應該吧... 用了點毒喔... 現在沒了螞蟲... 你關沖是在模仿平壇嗎... 有嗎... 我剛剛有嗎... 忘記了... 應該是... 我沒有特別在模仿... 但很像嗎... 來...味道比較好... 你就殺蟲子... 這個蟲蟲... 吧... 什麼吧... 喔... 在模仿平壇吧... 我有大意了... 喔... 青蛙... 沒有... 因為我其實一直覺得青蛙... 就是沒有怎麼樣... 但我在想... 如果我看到真的青蛙的時候... 是不是青蛙是黑黑的那種... 對... 但青蛙我好像真的還好耶... 不怕蝌蚪... 不怕... 我覺得蝌蚪很可愛耶... 是真的... 我真的覺得蝌蚪很可愛... 變得太可愛了... 快想說... 怎麼是喜歡不起來... 沒關窗... 喔... 沒有... 我沒有在特別模仿上... 青蛙不太餓嗎... 真的嗎... 有綠色的很可愛... 蝦蟲... 是不用... 瓜... 青蛙蠻可愛的吧... 就是這樣跳啊... 然後也不會幹嘛... 青蛙還好... 青蛙很好吃... 吃甜雞是不是... 青蛙會吃蟑螂... 他確定是青蛙不是蟑螂... 他在哪啊... 那我真的抓過蟑螂... 我不知道為什麼... 穿三甲... 穿三甲耶... 是穿三甲... 蟑螂... 是蟑螂嗎... 這可以養嗎... 穿三甲... 可以養嗎... 跟蝌蚪玩20分鐘嗎... 可以... 欸我真的... 我是跟你們說... 國小的時候抓過蝌蚪啊... 蝌蚪真的很可愛... 我是真的... 真心覺得蝌蚪很可愛... 就是... 他就這樣很可愛... 一個滑滑的... 然後這樣子... 流這樣子... 很可愛... 吃飽了嗎... 沒吃晚餐但不餓... 最近都真的不餓了... 喔... 蟑螂我一顆一顆... 像他是平滑的... 那我可能真的抓過蟑螂... 蟻茵大地... 從... 從我...? 到你咩... 成竹背上做做的比較丟... 那青蛙應該... 蠻可愛的吧... 也不是可愛 就是... 不怎麼可怕... 我不太會怕青蛙啦... 對... 好了... 我很想再講蟑螂的話題... 每次講蟑螂的話題我都講到我很不舒服... 因為你們會怕蝴蝶嗎... 蝴蝶我也是不怎麼怕... 對 但是之前有一次在學校玩蝴蝶的時候 在高中的時候 可能一個月前 在體育課玩的時候 我們在超常常玩蝴蝶 但我好像會怕蝴蝶飛到我身上 但我不會 他如果在那邊飛我不會怕 我不會怕他 但如果他太靠近我的話 我還是會閃一下 因為這一隻那麼可愛的小蝴蝶怎麼一直害怕 是齁 貓貓蟲怕嗎 不太喜歡欸 但我小時候好像不怕 我覺得貓貓蟲蠻可愛的 就除了會很 就是有刺很多毛的那個貓貓蟲會怕以外 現在還好 青蛙跟蠶就是我這輩子最怕的生物 為什麼?青蛙又怎樣嗎? 青蛙又怎樣嗎? 蝴蚪長出腳的還是很好 我以前抓蝴蚪的時候好像有看過 也會長兩隻腳的蝴蚪 會怕蝴蝶但喜歡小蝴蝶 超怕毛毛蟲跟蟬寶寶系列 欸我以前喜歡蟬寶寶 也不是說喜歡蟬寶寶 就我不怕蟬寶寶 我都 我之前在讓他爬在我的手指上 然後 拿去給那個姊姊跟媽咪看 可是你看蟬寶寶 他們就會說 不要拿走開 就說很可愛啊 有點屁啦 但我那時候真的不太害怕 我覺得很可愛啊 而且他爬在手上的時候 就是有一點 癢癢的吧 那我想 我現在應該也是不敢 不敢 背那個 王毛蟲跟蟬寶寶爬 他那時候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轉在我的手指上 蠻可愛的 直接反應有畫面 他們不知道死掉變綠色超可怕 我已經有點忘記了 我直接放大來看蠻恐怖 可能是因為你看過放大的蝴蝶 蝴蝶有臉喔 想吐了 那個皮膚毛骨悚然嗎 這是 滑滑黏黏的 很噁心 因為一捏就 一捏就死掉了嗎 鄉下出生偏山區 咱就對小村無感了 我不行 小狄怕蝌蚪跟蛙條 腹毛包涼涼的很舒服 腹毛包涼涼的 一樣一就死掉或折斷的東西 這感覺很噁心 青蛙腳和鳥腳 鳥腳很容易折斷嗎 你別放大可以看到小時候的影子 什麼意思 喔 貓貓蟲嗎 去山上怎麼辦 我真的會數掉 不就是都市小孩 對啦 都市小孩怎麼樣 你們都知道我去爬山有多 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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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難 對 對 這多 好 好 殘寶包觸感很像嬰兒的皮膚 但是殘寶包 欸而且我以前就是 養殘寶包都是養死 因為一開始學校不是會發殘寶包嗎 然後就是那幾隻殘寶包 然後就是我養的就是很細 然後營養不良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就死了 然後我們班就有 一個他媽媽超級會養殘寶包 都超肥就是這麼粗的那種 真的這麼粗 殘寶包每隻都這麼粗 然後他就拿來分送給大家 然後我好像就拿了 一隻還是兩隻吧 然後 就有養 然後有成功變成 殘嗎 我覺得變殘就可以先不用了 但是殘寶包還可以 對然後他就在我的箱子裡面變殘 然後他就 我有看到他做一個絲 對他做一個絲 那我也 我有 我有點忘記我有沒有把它 是不是用紗布還是 紗王封起來 他可能飛走了嗎 但他有下蛋 就是他有下黃色的 喔真的想起來有點噁心 就牆壁上我有點奇蹟 牆壁上就有一排黃色的卵這樣 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忘記 我忘記了欸 還是 有兩隻 然後有一隻就是在 就是殘泳裡面 除掉嗎 然後一隻是 有 出來然後 真的蛋嗎 也忘了 大家喜歡我騎雞皮疙瘩 我也騎雞皮疙瘩 這個話題我好怕 對變成蛾 喔對蛾欸 算太可怕的話題 講到生出一段然後放生 那個樹就被吃光了 那可能是在那邊 不是吧 黃色的耶 那邊是黑色的 然後也可以 沒有 他就孵化了 他就很健康的孵化了 這都覺得到底難得幹嘛 對 那時候 生的時候都覺得到底幹嘛 不會給媽咪養 因為媽咪根本不敢養 我自己在養 對 怕傷會數掉 但我記得媽咪說他以前是婆婆媽養的 外婆幫他養的 感謝養彈毛包的課程 做商業批發賺利用錢超棒的 這彈毛包怎麼處理 我已經忘記了 好像被媽咪丟掉了 小時候養過青蛙 青蛙 不是很多人台灣青蛙嗎 怎麼大家都養過奇怪的東西 那我想考修的養 我小時候就是那個大魚缸耶 你們有看過那個大魚缸嗎 我們就有加那個大魚缸 超大的耶 我真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家會有那個 很像飯店的大魚缸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大概有多大啊 把我桌上的都是那麼大 應該有 超過一公尺 的一個大展示魚缸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對 你們家如果最奇怪就是你了 我早上以前問他養成毛包這種外型生物 我怕爆 瓢蟲跟金龜子 喔 對對對 我跟你們分享小瓢嗎 一個瓢蟲的故事 現在歡迎戰士的坦尼克玫瑰 姊姊不在 但是沒有在拼寒假 媽咪完全想過養成毛包 但為什麼現在小孩都不用養 我們家是城堡 有去抓過蝌蚪可以 那麼容易養成青蛙 還產年那種 對 真的是那種 然後以前還要定期 謝博城的 支撲的守護嶺 等一下提醒我要講瓢蟲 我先來講我們家的水族巷 然後還有那個 就是 石頭 真的是一個展示的那種魚缸 然後以前還要定期 每個月請人家來清洗一次那個魚缸 還要洗魚沙 然後我們 記得懷念 我們以前 我們一陣子就會去那個 就會去那個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店 反正就是賣魚的店 然後買一些魚回家 然後我很喜歡 就是買新的魚 就買什麼 神仙魚、空雀魚之類的 然後還有 我現在養過大肚魚還是什麼 紅筍 反正就是有養過 很多魚 我們自己去 我們自己去挑 然後他還可以挑要哪一隻這樣 就幫我們撈 然後撈完之後 他就放在一個袋子裡 然後 就先丟到魚缸裡面 連著袋子 然後讓他們適應一下那個溫度 然後再把那個 欸 還是 對 然後好像 好像先放網子裡 我忘了 先放網子裡 然後再放在 魚缸裡 適應一下某種東西 沒有紅龍啦 聽起來養很厲害的魚 沒有啊 就是那些小魚 對 有五郭魚可以抓 真的嗎 因為家長不想養 五郭魚可以吃 五郭魚是 五郭魚 主角獸 超行蟲 我們養過寄居蟹 大家應該都有養過寄居蟹吧 不是在那邊撈居 對 我想說 超級屁孩 就是我 就在家很無聊 然後我就會拿一個板凳 然後在那邊玩魚玩水 我真的 快不行 我小時候跟猴一樣 就我就拿那個撈雲的那個 沙網 然後就 把魚箱撈起來 再放下去 我真的是殘忍的人 海鮮 我有摸過海鮮耶 在日本 那樣 養過巨 替巨蟹 果然是 沒有那都是小時候 那肚醫生寶寶 好像沒有 那紅龍可以吃蟑螂 不是在水裡嗎 難過看溺水度下 有 後來還有在玩 太慘了 那SH過來看的TP TP也很可愛喔 可以多看 多看幾下 我卡住了 好 OK 不要玩到自己跳下去就好 是沒有啦 那蝦來的沙針就是在溺水嗎 不太容易沈進去 因為那個魚剛很高 對 我 踩在椅子上 大概也是就是手 可以這樣子 這樣 你們懂嗎 就是這樣子玩的感覺 真的是貓 就在去撈雲 有摸過鯊魚 我有摸過 海豹 還有 白金嗎 有忘記了 應該有摸過白金吧 寄居蟹對 以前去海邊淡水嗎 還是哪裡 以前都會那個 以前都會 買寄居蟹回家 但是說到邦輔 我們家都會有那個耶 一大坪的那種 就是很像瓦斯罐那種 還是就是瓦斯罐 就是為了弄那個魚的那個打魚 就打氣邦輔 沒有 沒把邦輔插頭 就我不怕水 養蛇 撲到青蛙沒有耶 那不是要什麼 醫學 就是 醫科 醫類 三類組的醫類 才會用到嗎 才會撲到青蛙 三類才會撲到青蛙嗎 摸過海豚 有摸過海豹 喔 我被海 海豹還是海獅啊 天使海豹 我被海豹親過 超可愛的 我不知道小時候去哪裡玩 然後拍照的時候 然後那個海獅 海豹還是海獅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 還會濕濕的 滑滑的感覺 對 主播也很可愛 高中沒有這樣的課程 你看 你看類組 對 海油管可以摸鯊魚 欸 我有去過海油管 欸 可是是大阪的嗎 我有點忘記了 我看那個本子耶 等一下我抓好看 有點難找了 現在這邊全部都是我的書 海油管有啊 還是海油管這一間 如果海油管這一間的話 有去過 因為我們去的那間就叫海油管 它有一個硬張的基點 那我是小時候有去摸過海星 就是它有 它是一個 一個 淺的池嗎 然後就是可以摸海星 跟其他什麼 對 小白金軟的很可愛 對 它的腦袋是不是很軟 那有上台玩嗎 我沒有上台耶 還是會 你害怕嗎 謝謝喔 我們輸給海報了 你剛剛那有水槽 有 Hungry fish 為什麼沒養過鱷魚 這個女生跟我一樣可愛輕輕 突然想吃做海報炭 海報要清炭是油炭比較好 不行 每隻可以摸的不一樣 喔 喔 我腦袋很軟 要不要摸 一定沒有白金軟啦 怎麼可以有腦袋是軟的 腦是軟的 我想給你們看海油管的那一本 我們有 我不知道你們有去過嗎 海油管 它好像要買那個機張的 就是 你可以去每個地方都有一個硬張可以蓋 它是一個機張布 然後還有一個 一個繩子可以掉在脖子上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好像我跟姊姊都想要一本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只買一本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 就是蓋 因為可能 媽咪生枝我們就是 就會丟掉 我們只想硬硬張而已 回家就會覺得 但沒有我還留著 對 它就是可能浪費錢嘛 買兩本然後一樣的東西 來吧 它是我 樓下的肚子也很 很軟是不是 找到嗎 找到應該就在 欸 還是在這個箱子裡 在這啦 沒有在櫃子裡 在 在這個 欸我被我 被我 摺到了 尷尬 對 在這個 我平常做的那個箱子 這個 還有管 呦 怎麼會掉下來 加各種怕蟲蟲 早太快 但我突然想到 床底下 這個 這個 你們有去過嗎 海油館 啊 好想去日本喔 它叫 讀 死灘 撲 納斗 什麼是死灘 撲 死灘撲是什麼 對 死灘 在 死灘 死灘 猶地可能回去 快開放了 哪裡的 這個不能換獎品吧 這本就是要買的 對 我也有看過 氣流走路超級可愛 天成的嗎 欸 我剛剛準備一個綜藝耶 哪裡可以看啊 哪裏可以看到這個啊 是哪裏的 我已經有點忘記了 大版的大版的 它上面寫大版是 這個 大版是 港區海岸通 是吧 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是 什麼 去的同一個地方 對 喔喔就是 就是蓋章 蓋章本分 六月開放 日本的水族館幾乎可以繼續玩 超好玩 就是真的他們的魚也都很可愛 跟你們分享 去的地方 它是 好啦我看不懂日文 但它就是 可以這樣 然後蓋這個 來玩這樣 要進水族館 我看它寫什麼 さ やってみよ やってみよ 來玩吧是不是 我的貨 我跟你們講 我的水族今天來了 終於 我終於可以可以喝水了 然後 然後 再來是這個 硬反的海他 超級好笑 這個硬反耶 你們知道嗎 旁邊就有一個影子 就有硬反了 這就是小孩 小孩就是會這樣 就不能交給小孩來蓋 蓋成這樣 硬反 對 終於可以喝水 非常會想說 有水壺在開始 是一個美好的開始 對 喝水姐妹 喔 來試試探吧 應該看得懂嗎 會讀 我們去過Xpark嗎 好像沒有耶 沒有 沒有 反公分隊 這樣才有去 好 我會喝啦 要確定 確定 你可以幫我一個毛 然後再來是一個 這應該是海獅 你可以幫我一個毛嗎 好啦 現在就沒蓋錯了 怎樣 再來是去鵝 幹嘛 好 拿著 拿著這個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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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粉喔 不好意思喔 太久了喔 等一下 因為我反正 你從他們身邊奪去我太久了 1 2 3 好 背景才可以嗎 呃 有什麼不可以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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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 現在呢 對啊 東西 看不到 對 你們不用看到 喔 好痛喔 水壺丟到旁邊 不會啦 等一下 1 1 2 3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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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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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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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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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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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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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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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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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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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在上面晃的時候 兔也太可怕了吧 是六福村不是有搭 有微有點小克服 因為可能我有吃雲車樣 但就再也沒有了 欸 六福村沒有 我六福村沒搭啊 我六福村沒上去 上次搭的時候 我忘記是什麼時候 可能是壁履嗎 好像是壁履喔 欸 是嗎 忘記了 對 看起來很好吃 日本海的高腳鞋 對 再來是這個海豹 超可愛的 她的臉很可愛 這樣 好 很好吃的大家吃 再來是一個帝王雀鵝 Iwaai Penguin Iwaai Penguin 然後最後就是 KORU是什麼 KORU KORU TANKEN-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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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跌到遠距離的海豹 OK 休留 好 坐起來 來開箱我的水戶吧 你們猜我買什麼顏色的 你們猜我買什麼顏色的 可是其實我有講過 可是其實我有講過 好像買了兩個 瀏海夾 對 粉紅色 粉紅色的水瓶 好大喔 我開始覺得我喝不完了 怎麼辦 太多了吧 我敢只會裝飯瓶喔 太大一個了吧 我現在看怎麼突然覺得 很大的水壺耶 但是誰喝得完啊 那我朋友也拿這麼大的 在學校喝 但我是覺得帶去學校很麻煩 所以我會帶出去 現在就是在家裡 開箱 我沒有錄開箱影片 我相信他 我沒有錄開箱影片 好 這粉紅色的水瓶 好 最後的完啦 要求 差點把自己戳一下 你知道嗎 它底下怎麼 為什麼裡面有一個 茶的味道 我突然覺得我好健康 我居然有一個2000CC的水瓶 OK 我會努力的 但我覺得有這個真的 比較會喝 是真的 真的有這個比較會喝 有這個顆度的話 你就 這個時間你就這樣喝一部分 這樣 幫你試用 好 怎麼樣 好用嗎 應該不會有水吧 好 很好 OK 之後再開始試試喝水之後 另一個呢 再開箱另一個 我買了口罩 其實沒什麼東西 對 我買了 趣安 因為我口罩要沒了 買一樣的口罩 欸 我只賣了一個嗎 欸 我沒買粉色的口罩嗎 兩個白色的 應該是沒買 我沒買嗎 還是台小機 但我沒有露營耶 現在只賣白色的 我有買粉色的嗎 還是沒有啊 而且我終於找到這個 限制白色的 的口罩了 我之前戴的是黑色的 白色的就比較好 整個白白的這樣 OK 開箱完畢 我已經超久沒有玩夠了 重開包回去 可是這樣我不知道耶 還是我 我覺得應該是我沒有 我沒有訂 我最後沒訂 因為我這些東西都在半夜下的 我其實也很 很神智不清 因為我就是真的 就是從宣布要再 停課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說 我好像可以 實施這個健康的一個計畫 你們要不要演一起啊 我PO在IG上 就是可能早上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 就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的整瓶水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 我在跟大家打卡 說我 喝到哪這樣 半夜會亂買東西 神智不清的購物可以 但是我都沒有 我不會 我還是 我就算神智不清 我還是不會買很貴的東西 我就是 一樣平價小資女 我只是買需要用的東西 你們看 我買口罩 跟這個健康水壺 還有這個髮捲 非常的 節省 我雖然神智不清也不會亂下單 就是有用的東西 又便宜 怎樣 一千 一天喝兩千不難 對我來說超難的好嗎 本來喝的水量就夠 工作太熱了 先嘟你就好 蛤 晚上的時候會再 再大吊 大家說沒有 來啊 大家說不會 已經實施兩年了 對很久沒玩夠了 感覺可以 然後這樣每天我都要發這個 這個水的現實 但會不會推我這一種 我今天要 唉唷我今天要發文 但我照片還沒修好 但我還沒有要發大陣 我應該 不是大陣 招合 我還沒有要發招合 因為明天 會發 我今天是發別 我今天發我就是 這三個月內 休息的一些照片 但可能就是很多就是自拍 因為 就是 沒有 就是沒有去哪裡 然後 其實我照片也很少 因為 很少化妝 就去咖啡廳的時候 小化的那種 去咖啡廳讀書的時候 有時候 心情好的話會小化一點 就拍一些照片 比較沒主題的 我的超大度比較超 沒庫存了嗎 不是我要排版 對 換算成手搖嗎 我也想喔 以前被規定喝多少 小化妝會被冒一下錢會倒掉 蛤 對啊 我請堅持一下 一顆好幾寶特補 這種應該會比較有動力喝吧 我覺得 動力火車 你們什麼都沒聽到 那這個水服真的是蠻可愛的 蠻喜歡的 好大一瓶喔 可是這樣看真的 好大一瓶喔 你看 看我的臉 它感覺真的會拯救不喝水的我 動力水 充滿兩公斤 兩公斤嗎 好笑嗎 好笑嗎 放飲料進去可以嗎 兩公斤的飲料喝完應該會糖尿病拍 早上拿整物自拍 晚上拿空物自拍 沒有啊 我就早上拿裝水前的那個 拿裝水前的那個水壺自拍 然後 然後再 裝滿水再自拍一張 然後晚上再發那個 空的那個 沒有 我偶爾 偶爾在那個 偶爾再發就好 應該不要每天吧 怕這樣有點擾你 健身器材 裝滿水健身 健身 對 裝滿的時候就不能拿那麼輕鬆 沒有啊 但就是 就是這個水的好處啊 就是在家然後沒事 然後就這樣抱著 然後這樣喝 就是這樣 我已經開始想像我認真喝水的生活了 真棒 感覺我會變成一個健康水美眉 謝謝Akira的啾啾你喔 已經變成健康了 我已經感覺我變健康了 皮膚會變更好 變很好 我本來就很好 才不會這麼親愛之抱著很重好嗎 就躺在床上其實也不會很重吧 有安全感嗎 是他有點都滿了一個空子 對啊 晚上到吊再拍了 不是會饒命耶 是誰玩一個 不會吧 皮膚好一個原因 是不是 不是因為不喝水嗎 但我先嘗試我喝水 我喝水一個禮拜 如果皮膚 變差的話我就 就 瓶子喝水 是一個試驗 對 躺在床上等等打翻你就知道剛剛是要當 沒有這水也還好 吹一吹就乾了 跟平安安妮同一款 跟平安安妮同一款嗎 安妮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這個耶 安妮的不是這個吧 他之前有介紹我一個 680嗎 的 對但沒貨我跟 我跟李莫本來要買但沒貨 這周末就看不到水無限時的未來了 水壺壓力山大 沒有這麼蠢吧 不會變茶 會啦 這樣我要去推廣不喝水 對啊 我跟雷子都不喝水啊 皮膚都很好啊 怎麼樣 滴水不沾 哼 我就會變成一個喝水魔人 好健康喔 我已經覺得我很健康 我現在已經覺得我很健康 我光是用有一個水壺 就覺得我很健康 欸我覺得有這個水壺的 看起來都會很健康 因為我們學校 我們不然有人有這個水壺的 很健康 對 還是要喝嗎 還沒開始喔 我一直很期待欸 我全是活在沙漠 叫奧霞呢 這像泥布好 還好啦 阿泥布一樣 像露營燈 他的這個把手是彎的嗎 看起來 都買幾個水壺 是不用嗎 他家裡一個學校一個 我已經快畢業了 是不用學校一個 水壺的業配嗎 對啊 對啊 買完就健康 誰就可以不用喝 不是我真的覺得我已經很健康了 賣水壺已經佔了計畫一次吃飯 沒錯 你們知道光與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我買了一個水壺啊 對啊 都是這樣子的吧 就像我之前 就是 每次 新個學期開始 我都會去買一堆筆記 然後 跟筆記本啊 然後後來就是用不到啊 完全用不到 我現在有超多疊了 我的健康計畫 買水壺 下了老師發力才不就發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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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我的作用是心理作用 那我真的覺得很健康 對我要畢業了 我再也不是JK了 我變成什麼 大學是什麼 什麼K PK 還敢說 對我 我剛剛爬過DMV 但我連爬DMV都不怎麼喝水 怎麼醬 嗯 乖乖喝水啦 OK啦 OMG 他這個 這個乖到我的手囉 他這個 有一邊霧霧的耶 你們是不是看不出來 這個霧霧 但是沒什麼差啦 還是他是故意的啊 他這樣有點阻力耶 所以他這個 就有一點阻力 是故意的嗎 但感覺不是耶 他是不是應該原本應該這樣 彈開了 很順暢的感覺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我把這個角磨掉 對 好 OK 品質不好吧 夠便宜就沒差 夠便宜啊 對對對小嫖小嫖 我跟你們分享小嫖的故事 當然我忘記他是不是叫小嫖了 喔 他叫減紅點 他叫減紅點 他不是叫小嫖 他叫減紅點 好 我還真的忘記了 還好有人提醒我 JD 母子大學生 喔 大哥睡覺前 畢業前 要法拉利凱傑 每天要兩瓶水 先不用耶 第五天還會猶豫 要不要把水浪進去 我真的可能會先只裝一半耶 入門開始啊 好 減紅點 因為我們 我不是說我們後來就在學校玩牌嗎 就現在已經 就沒事了 我們在學校玩牌 對 現在已經沒有玩牌的機會了 所以我們就 換位子前 就在學校玩牌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去玩 玩牌 就有玩過減紅點 然後我們就某一次體育課 結束 我們在 好像 好像國小生 我們在丟鬼爭場 但我 相信我 我真的原本 沒有那麼想參與這個遊戲 但一直被丟 所以我也丟了別人 對 我就參戰 我本來不想 我本來是和平大使 說不要這樣丟 我們已經高中了 這樣 我本來是這樣子 但是他們拉低我的智商 所以我就跟著他們一起丟鬼爭場 我們就在那個操場旁邊那個 摘那個鬼爭場 然後我在摘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 那個 減紅點 然後我就說 這邊有一隻瓢蟲 然後再離我近一點的那個朋友 他就說 有瓢蟲大家趕快 然後大家就過來 然後就看瓢蟲 然後我們就 教他 減紅點 對 雖然他是黑點 不是紅 對他就減紅點 然後減紅點好像養了 好像是禮拜四 減到減紅點吧 然後 禮拜五我就請假了 對 然後我們就把他養在 你們知道 就是 就是 嗯 那個日本的那種巧克力盒 因為我 我上次去冬體 就是買了那個日本 一粒一粒的那個巧克力 然後 紅色蓋子的那個 長長的那個 什麼choco 名字的那個 然後我就帶學老師 然後剛好吃完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 盒子戳了很多洞 然後我們就養那個 減紅點 我不是屁孩 減到紅點 呃 我們 什麼意思啊 就是他叫減紅點這樣 我不是發起者 真的 請示手逼的屁孩 沒人要指考嗎 那時候還不知道啊 就剛考完 大家都很嗨 明治怎麼這麼可愛 對 就是減紅點 對 然後 後來禮拜五我就請假 因為我有試 然後就 下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說 欸 減紅點呢 然後我不知道他們是真的忘記了 他說 減紅點去哪裡 他們就 給我那個 就是不知道減紅點去哪裡 他說 欸 減紅點去哪裡 我不知道 這是誰誰誰 帶的吧 不知道有沒有帶回家 然後我就說 我只是請假一天 然後假日 週末 週末沒有人把他帶回家養嗎 就是 我也忘記後來怎麼追究 就是 減紅點就這樣不見了欸 過一個六日就消失了 他本來活得好好的 對 真的 我們本來是真的要養 我們還給他 我們還在路上撿了超多那個 草給他吃的 直接被消失了 對 我後來沒有問出來 解紅點到底去哪裡 到底有沒有人把他帶回家 就是不知道欸 他跑的吧 他怎麼會吃草 不知道欸 我們 喔他是肉食杏 好像 日文 還有人形容帥屁還有什麼 かっこいい 還有咧 うるさい 還有咧大家 為什麼別人追他吃素 不是啊 那些草是我們剪給他 裝飾的 裝飾用的 對 欸 但我們之前還有養螞蟻 就是有 桌上爬上來一隻螞蟻 然後我們養他 我們還給他水跟糖果 但他後來還是爬走了 他不會還在某個人抽屁吧 應該是不會啦 我們有清空教室 要穿賴給前輩了嗎 應該是喔 1K咩 吃完了先幫我 講到媽咪文青節快樂 我哪是屁孩 我會跟他說的 螞蟻要怎麼樣 就是給他水跟食物啊 對 但他後來好像 還是 他爬走了 居然不傳 因為我叫他不要再騷擾 安娜千斑 人家有自己的生活 還有自己的氣 我沒有騷擾 我只在轉發而已 想怎樣 轉發啥 我一直玩這個 你會不會覺得 喔 不可 不然可以養在房間吃蟲蟲 螞蟻吃蟲蟲 二界成人 媽媽 solo MV上架 居然不傳 好啦 傳啦傳啦 就傳嘛 讓媽咪身上全根幹的祝福 好的 有媽咪才有我們 小瓢 什麼小瓢 什麼小瓢 喔小瓢可以 OK 他叫撿紅點啦 對 他叫撿紅點 可愛的名字 我迫不及在用這個水壺喝 啊 所以 當小地震 一擊而已還好 整個歪了耶 他連還沒使用就掛了 他現在有一點奇怪耶 喝水計畫結束 喝水計畫結束 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不如今天就開始喝吧 啊真的嗎 這吵不攻擊性很強 讓大家樂好的 跟你們分享我的喝水計畫 他就是我的計畫 水壺 對小瓢就這麼結束了 短暫的小瓢 撿紅點啦 我沒有超過就不喝水了 我現在 我期待這個水壺很久了 還想脫啊 說了一個都想是不是渴吧 喝一下 現在是還好不太渴 但現在還沒有洗這個水 所以 可能要等一下巧克力喝喔 這是什麼構造 欸 壞掉了嗎 不想還關不起來 喔關起來了 我也以為還沒喝水就壞了 被我玩壞啦 剛剛出門買衣服去了 一下子不是 買什麼衣服 先洗的 一定會先洗的 各位加油 好 我現在變健康的人 這時間開始灌完整罐 不會灌完整罐啦 我看一下現在幾點 8點58 他9點就 Yeah you do it 我沒有時間喝水了啦 今天沒有時間喝水 他已經限制我的時間了 9點已經結束了 對 所以 明天再開始這個計畫吧 因為他是 就是 一天的結束是9點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 對 買外套跟背包跟短袖T恤 愛迪達到 只要兩千嗎 謝謝鄰國的啾啾你喔 謝謝 謝謝 有那麼早期嗎 一定沒有啊 所以我就要在下午灌完整罐 我有破音嗎 喔去Outlet喔 這麼好 我也想去Outlet 我已經 我上次去Outlet的時候 來不及買什麼東西 那個只是參考 9點會剩下的水量 所以還可以喝一點 是嗎 理由有點牽強 氣化單憂 OK啦 OK啦 我怎麼健康 我現在會好好愛惜這個水 我晚上睡覺會斷整湯 我亂看 感覺就很健康 他的起床是幾點 應該是1點 這樣子的話就變成1點到晚上1點是不是 12個小時的話 我喝到晚上1點 每兩個小時就要喝一口耶 喝的有完嗎 反正是打算握手會 對有線上 明天要早起喔 我喝水 幫他取個名字 取個名字 那你們幫我取 還沒看奇異博士喔 喜歡的成員嗎 喔我蠻喜歡朱鱗的 我覺得他很可愛 我覺得他跟小滴很像就是很可愛的那種感覺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他跟劉彥彥拍的照片 謝謝 最後一口 我喝得完嗎 怎麼那麼濕 那你家也吃 那我沒有問我要不要哭啊 那你可能吃飽 我怎麼可能吃飽 我就跟你一起的喔 你們倆 會叫他罐罐嗎 那他注意力很高 他還是罐罐 他是罐罐嗎 小罐 可能不小欸 大罐 你提幾個 可以用嗎 蛤 大罐 裝水的罐罐 罐罐本罐 罐... 那裡面應該放糖果啊 蛤? 因為罐罐都是罐的 笑死 常常都裝在罐罐裡面 你還想說那個 湖南 新罐 等一下,我現在想到 罐罐的是... 這個叫新罐 謝謝 謝謝 這蠻好笑的 湖南太胖裝不進去 這樣子嗎? 新罐是新罐罐 它是新罐罐 好,它就叫新罐罐 湖南裝在罐罐裡 對 你媽壞壞 湖南太胖 新罐 新罐的部分 OK啊 但我每天都在喝新罐耶 很不吉利耶 不要叫新罐啦 叫別的 等一下,我要來念榜了啦 不太好 我也覺得不好 很好笑耶 我要念榜了 不負責消滅它嗎 好 那我們下次再來想它的名字 下禮拜 我下禮拜再實施喝水計劃好了 這禮拜好像有點忙 這真的忙喔 不是我不想喝水 我期待很久耶 謝謝博程的學霸 謝謝 聽起來不吉利 下次罐罐 當然,下次要早點來 可以補檔今天滿精彩的 好,來吧 聊到忘記時間了 明天要早起 今天的第十名是小翔 謝謝小翔 謝謝 第九名是酒蛋 謝謝酒蛋 謝謝 謝謝 第八名是博程 謝謝博程 謝謝 謝謝 第七名是CQMK 謝謝 CQMK 謝謝 謝謝 第六名是Aquila 謝謝Aquila 謝謝 謝謝 第五名是Dragon 謝謝Dragon 謝謝Dragon 謝謝 第四名是林國 謝謝林國 謝謝 第三名是包子 謝謝包子 謝謝 第二名是思豪 謝謝思豪 謝謝 謝謝 第一名是歡迎正式 謝謝歡迎正式 謝謝 謝謝 好,謝謝大家 下禮拜見囉 我下禮拜就會變成喝水小刀 辛苦了 好,等我發文 差點忘記 不會下個月再開始啦 不會下個月再開始啦 黃道不能喝水 就不會帶這個 不會帶這個啊 不會帶著這個啊 就不是在家這樣 好 發文囉 晚安囉 大家 跟冠冠說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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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不完明天再發 OK OKOK 掰掰 會不會下位 來吧 ,萬一 可不可以 能不能問嗎 還是想裏 只要試試看